好 這個鐘聲幫我們打起了這個十分的這個 這個議程的時間 那待會兒呢 我們這一節 不是這一節 受到打鐘的影響以為現在在上課 我們這個Session呢 我們邀請到這個Rich Lee來為我們做介紹 那Rich Lee他在 目前我們這個Google Cloud上面 已經有開發了多年的一個經驗 那這一次他會來幫我們介紹這個 如果build the portal 然後在這個Google Cloud上面 那我們就熱烈的掌聲來歡迎Rich 大家好 剛剛聽到那個鐘聲很久沒有來學校 那我今天主要講的主題就是 會跟應用開發比較有關 就是你怎麼在Google Cloud上面去 把你的應用部署上去 或是整合Google Cloud的一些服務 然後 先調查一下這邊有 是 有在寫程式的嗎 OK 看起來蠻多人都在寫程式 那有些人是 有人已經有碰過Google Cloud的嗎 OK 好 那 看起來大部分人都有經驗 那我今天就會講一些就是 就是跟開發或是你怎麼樣去 比如說你原本可能是 把你的應用程式部署在 像AWS或其他的雲的環境 那如果你要遷移到 像Google Cloud的話 你要怎麼去用一個比較 今天會帶到一個叫做Dapper的 的 framework 然後可以讓你簡化一些 遷移的一些 好處 可以 可以調整一下嗎 OK OK 那 順便等一下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Rich 然後目前就是 我是在國泰金控這邊擔任架構師 然後主要也是開發一些 應用服務相關 或是涉及一些 像是Event Driven的一些架構 好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 有提到說 我們會講一下像 Cloud Native的應用開發 然後跟他一些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 應用開發在Google Cloud上面 你要怎麼去做一些使作 然後還有再講 快速會帶到一些 Dapper的 這個叫做 分散室的應用的一個這個 Long Time 那他跟以往的 framework比較大的差 意思是說 他並不是 呃 一種framework 他其實 其實他是透過一種叫做 Sidecard的機制 讓你可以簡化你的應用服務 跟譬如說 像雲端的某些服務的一些 偶合度 然後 最後一個主題就是像 呃怎麼讓你的應用更有一些彈性 就是譬如說 你碰到一些像網路啊 或是 呃某一個服務壞掉 不會造成說你原本的application就整個fail 好 那什麼是雲原生呢 其實 這也是我最幾年在開發這邊碰到的 蠻常見的一個 蠻熱門的話題啊 就是 呃 其實簡單的說就是 你可以參考這本 這個是這個 這本書上面的一個介紹 就是說 其實雲原生 你可以把想像中神 就是他 那你會把你的應用服務切成不同的小的Service 然後其實每個Service都會有他自己的一些 業務的邏輯啊 或是他要做這些事情 那 呃 所以像 呃 我們在開發像類似這樣的 Cloud Native的application的時候 你主要就是會碰到這些 所以說你要處理這些 不同雲啊 或是分散式系統啊 本身碰到一些網路的問題 那這是跟以往在我們在開發 傳統的應用服務比較大的一些個差異 好 那這個圖就是 呃 基本上你在開發 比較大的一些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都會碰到說 可能我的服務會 切分開 譬如說我不是寫個類似單體 我可能會把我的應用程式 就是分成不同的Service 那每個Service就是他會有自己的功能 假設來說 你是寫 一些像購物車啊 或是訂單服務的 你可能會把 你的使用者管理 給切到另外一個服務 因為他主要就是負責使用者的 譬如說 呃 登錄啊 註冊的功能 那可能你會把一些訂單的 這些模組 給切到另外一個Service 那 中間可能都通過一些 像是RES 或是其他的一些 呃 GRPC的公通模式 但是你還會碰到一些 額外你需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你是開發 你是雲原生的應用 你可能是放在 你可能會把你的應用部署在雲端上面 或是 有些可能是還要跨多雲的環境 那你就要處理這些像是 呃 你的一些溝通的Retry啊 或是你的Log要怎麼存 或是你的一些Config 那這個就是 呃 有一個模式就叫做Psycard 那他可以讓你比較 把你 業務邏輯以外的一些功能 像我們剛剛講的Retry那些的 Log的那些其實可以抽到 呃 一個這個叫做Psycard的一個component 呃 來幫你處理這些事情 那你可以就是 重點就是 把你主要的 就是 你平常在開發一些業務邏輯 你就可以重點 放在 寫這些業務邏輯的Call裡面 你可以不用處理這些網路的一些問題啊 或是 呃 我需要怎麼樣去跟我服務之間的一些溝通 那 Psycard的話如果你有用過一個叫做 ServiceMesh的這種 呃 這種比較偏 就是這種元件的話 就是 你就會聽過這個Psycard的這個Pattern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講到 Dapper他其實也是使用叫做 這個叫做Psycard這種Pattern來去 實做你的應用服務的開發 好 所以說用Psycard有一些好處啊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你可以就是專注在你的業務邏輯的處理 那這個就是我們 過去在開發雲原生的應用時候 其實主要的一個挑戰啊 那另外一個挑戰就是說 呃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的環境要是可以動態部署 就譬如說你今天老闆 或是你的教授跟你說 欸你的應用程式 我們現在使用的環境是AWS 那可能過了下一個月 或是另外一個專案可能 他會叫你把你的application部署在 AWS上面 或是其他的像是Ager 那可能裡面對應的服務就不太一樣 然後 當我們去寫這些application的時候 譬如說你用 你用Node.js或是你用Python去寫 他可能每個雲的 呃 我provider都會提供一些SDK 那你可以看到他藍色這塊 假設我現在是使用到 呃 AWS的這種這種環境 那我使用AWS SDK去做一個應用程式的開發 那藍色這塊變成說我的應用程式會跟我的那個SDK 綁的會比較緊一點 等於說 就是你 你主要都是透過SDK去跟你的 底下這層 就是最下面這層 就是你的那個雲端的 provider 去跟他的服務做一個溝通 那這相對來說就是 等於說你的 應用服務就會跟這些 呃 雲端的一些提供的功能會 偶合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等於說你要做一個 譬如說環境的 轉換的時候 就是你的code可能會 會異動的比較大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這頁主要是跟 呃 描述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就是針對說 呃 我們面臨到我的應用程式跟我的 呃 雲端的環境做一個綁定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偶合度過高的時候 它可能存在了一些問題 那像這個圖就是我們實際在開發 呃 這個應該是一個Python的程式 就上面這塊這個application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是 就是 因為我們的雲 呃 雲的環境假設 我們是使用叫一個 Google Cloud的一個Firestore 它是一個NoSQL database 所以我這時候我的 應用程式 我就需要去download這個 呃 呃 Python的GCP的SDK 然後 呃 就是設定它的版本 然後我再透過 SDK的方式來跟 呃 Cloud的Firestore這個 SQL database來做一個存取 等於說你可以看到左邊 呃 右邊這一塊 就是我們的那個application 就會變成說 你會 需要把Google Cloud的SDK 給input進來 然後你會要透過它的API 來去幫你建一個client 然後你要設定 呃 變成說你可能很 很大部分的時間 你只是要儲存資料 像我們剛剛圖上面這個 我只要儲存我的類似訂單資料 之類的 但是變成說 你需要去跟SDK這邊做一個 你要去了解你怎麼去 實作這個 跟這個Firestore的 實作的整合 然後包含使用這個SDK 變成說你要去了解它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兩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 跟雲端的特定服務的偶合度 然後再來就是雲人生開發的 有一些 呃 常見的就是網路啦 或是一些 服務之間的 有打鐘了 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一些問題 所以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這個 這個Dapper的這個 LongTime的 類似Framework的這種東西 那它可以讓你簡化一些 就我們剛剛提到了 跟特定 雲的 就是譬如說 雲端的SDK的一些偶合度 然後 Dapper這邊它提供了 就是 藉著它支援了 呃 像Golan Node.js 或Java 或是Rust 它其實都有support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就是 有沒有你 你目前在寫的程式 它並沒有support 應該比較少 然後 它下面也有跨不同的 不同雲的服務 那中間這一塊就是 看到藍色 這些有不同的component 就是它有support的 不同的一些 呃 Dapper的component 等於說你只要透過 透過設定檔方式 你就可以跟 譬如說我現在是用AWS的 某一個像DynamoDB 那我現在要轉移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像 Google的Firestore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 使用不同的設定 然後寫個YAML檔案 然後 來去轉換說 我現在要跨不同雲的服務 或是我要 轉換說不同雲的服務的 之間的存取 都可以用 App這個Franco來幫你達成 然後其它這個架構圖 欸 主要可以看到說 灰色框就是我們 的應用程式 然後 藍色 白色這個框 然後裡面有寫Dapper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Dapper它會 這個long time它會幫你 起個side card 等於說我們的 綠色框的這個 應用服務 我們不需要把 把我們的一些 譬如說 我們剛剛有看到嘛 如果你是 跟 你 假設你是用 Google Cloud的一些 SDK 等於說我可以把這些SDK的 code都抽移到 Dapper 而且我也不需要寫那些code 我只要 只需要設定好它的設定檔 然後透過Dapper的方式來幫我 跟我要 存取的雲端的服務 來做一個戒接 其實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它一個簡單的架構圖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Dapper它有support 有目前超過100種的component 然後跨不同的雲的環境 包含到如果 呃 假設我們現在是使用 Google Cloud 然後其實它在 PubSub的Boker這一塊 它有support 那個GCP的PubSub 我記得下面有一場議題 也是會有講者來介紹 就是GCP的PubSub 然後假設我們是儲存 像secret store 就是像我們要存一些 招號密碼 它也有support GCP的secret manager 等於說它GCP這一塊 它的支援程度也是蠻豐富的 好 那這邊我們就會 簡單 呃 看一下就是 呃 假設我現在的開發環境 是在我的本機 然後我可能就是 我的 通常會存取一些key啊 或是一些 PubSub的一些服務 我可能就是用 Kafka 或Ladis 之類的來存我的狀態 那我們在 跨到不同的Adubs環境 我們其實 不太需要去更動我們的code 或是我們轉移到GCP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就是 移動我的depot的config 其實就可以達成了 呃 因為今天是使用這個電腦 所以我今天可能就不 不demo了 就是先把我們的那個 內容先過完 然後假設我現在是 我們剛剛其實有看到 呃 前面有一頁就是 我是用 我的應用開發是使用Google SDK 那我現在如果轉移到 我使用depot的 我要跟depot做整合 然後叫depot去幫我整合到 Firestore的話 我該怎麼做呢 那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只要寫 右邊這塊藍色的 這個框框 你需要寫這個 YAML Config 然後 呃 主要是這個 你要看它的Type 你就把它改成 你參考那個官方文件 就是改成 GCP的Firestore 那下面的地方 就變成說 你只要設定好你的 GCP的 就是你要跟程式借鑑 你一定要去建一些 像Service account的這個 這個 這個 account 然後把 你建好這些資訊給寫在下面 那 準備好這個設定檔之後 你就可以去撰寫你的application 等於說你就可以簡化到 我們剛剛像 QA那個Firestore Client 或是寫Firestore 然後 code它的API做的一些事情 它其實 都可以透過 Depr這個 這個component 幫你去做掉 好 好 那我們剛才 介紹完說 怎麼使用 Depr的這種 Long Time的 framework 來幫你簡化到 就是 一些雲端的應用開發 那接下來 我們會講到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說 針對 雲原生的這種特性 就是 你可能是一個 你的 部署環境可能是一個分散式的環境 或是你是一個雲端的 跨不同雲的環境 那你要怎麼去 透過 我們剛剛講到像 Retri機制 啊 Timeout 或是像 有一個 概念叫做 Circuitbreaker 就是一個 斷路器的概念 就是 當我某個服務壞掉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我整體的整個應用程式 那你怎麼透過這種方式來去幫你 加強的應用程式的一些 彈性跟可靠度 其實過去有 呃 蠻多 Pattern來做這些事情 那 這張圖主要是 在 介紹說 你可以使用像 Retri的方式 譬如說 當我的Service A 需要做 呃 取得某些服務 或是資訊的時候 我需要 Call Service B 但是就是 Service B 有可能壞掉 因為它可能是 位於 跟Service A 是不同的網段 或是跨不同的環境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透過 Retri的這種Pattern 來幫我做一些 呃 譬如說 當 我這個圖就是 Retri我設定 可以到4次 然後每次的Duration 是2秒 等於說它每 就是 當我第一次發一個 Request到 Service B的時候 就是它如果回 500 那我會再 Retri到4次 然後每次會間隔2秒 那像這個圖就是有可能 第三次的時候成功 所以它這個 Retri的Pattern 可以讓你達到說 你可以做一些從事啊 或是 呃 加強你 呃 兩個服務互相 溝通之間的成功度 會可以提高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 提高你的應用程式的 彈性 或是可靠度的一個方式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叫做 Circuit Breaker 就是它是一個段路器 就是 呃 斷路器的意思呢 就是 我覺得很像那個 如果你有去過宜蘭的話 就是通常 我們會走那個雪睡嘛 那當 通常假日 你要回去的時候 它不是都會有一個 呃 閘道路口 會有一個管制 就是會把車都 擋在下面 然後 會讓上面的 高速公路上面的車 比較順暢 但是你下面可能就是 就是一直排隊 然後它會去監控說 上面如果 很順的時候 就是多放一些車子上來 類似的這種概念 等於說 我們可以透過 Circuit Breaker 就是當 譬如說 像這個設定 就是我可以 當我的那個 錯誤次數 達到5次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 把我的這個段路器打開 等於說 我不讓 呃 Service A 再去CodeService B 因為我可能覺得 它是整個已經是 Fail的狀態 所以 或是它整個已經 Shut down 它可能沒有 完全沒辦法服務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 動用器打開 然後把 像我 我原本要發的一些 Request的資料給寫到 呃 像寫到 Q啊 或是先寫到一個 暫存的 的Diabase的地方 然後等到 福B的 福B恢復的時候 我再把那些 之前的一些 流量 或是之前的一些 在處理 處理掉這樣 類似這種 段路 這個叫做 段路器的一個 Pattern 那這個也是 蠻常用的 那當然在過去 我們在開發應用程式的時候 都會把這些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些 呃 像是retry啊 或是 Circuit Breaker 這種Pattern 寫在我們的 跟我們的應用程式寫在一起 然後就會變成說 欸 可能我的邏輯就只有 我的業務邏輯就只有 兩三行 但是我 需要加上這些 呃 一些retry的錯誤機制啊 跟那 一些resilience的 Pattern 加到的code 就變成說 code可能二三十行 但是實際 真正 真正的就是我的code 只有兩三行這樣 那其實Dapper也可以 讓你簡化這個動作 那一樣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也是透過 設定檔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這個retry 那你其實可以 透過 在那個 你可以定一個resilience 的policy 然後像我們這邊 就有一個retry的policy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 設定說 欸我要retry的 maxretry 就是我要最大的 常識的次數 那副一的話 它就是 無限 就是一直retry到成功為止 然後它也有 那個secure breaker的設定 可以去讓你 去做使用 那只是 目前可能它的 因為secure breaker 它的實作方式 有很多種 那目前 Dapper它提供的是 比較簡單的secure breaker 那後續可能還會有 呃 如果之後有release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針對這一塊 可能它也會提供 其他的secure breaker 或是你可以 克制你的secure breaker的 的這些機制 好 那這張圖就是 這 Dapper針對 exilience裡的 的這塊就是 彈性的架構的時候 它可以 把這些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retry機制啊 或是 secure breaker機制 它可以套用到不同的模組 或是在 就是除了你服務跟服務的之間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可能都是你的服務之間的呼叫的時候 你可以 可以把它套用進來 但另外一塊就是 針對我跟 我的服務跟雲端之間的 原件 就是component 剛剛的一些呼叫 它其實也可以套用進去 等於說它會有一個 Default的 呃 比如說它 Default你起起來 可能Dapper裡面就會有一個 Default的retry啊 或是 secure breaker的機制 但你可以透過我們剛剛的那些config 去改寫它的Default的行為 然後 選擇說它要套用在 哪一塊 譬如說 我是要call PupSub的時候去套用 還是說我要call 儲存State的時候去套用 那你都可以動態的 就是可以去動態調整 你要 你的每個流程的retry機制 或是你要 呃 就是細 細 細 進階去去調整這些設定 其實都是可以的 就是 你就可以不 不需要去改動到你原本的call 那這個是我覺得它的還蠻好用的一個優點 好 那這個是 這樣坦白說明就是它的那個我們剛剛提到的它的一些retry機制啊可以 呃 是針對像PupSub這個案例 你除了可以套用到 奧棒 奧棒就是指說你的 譬如說 你是使用PupSub 欸 有人有使用過 使用過PupSub嗎 咦 PupSub模型就是說 我推一個資料進去 然後我可以 呃 多個 可以起多個receiver幫我來接收 這些 就是我推出去的這個資料 類似像是 一對一 一對一 或是一對多的這種通知的方式 這種模式啦 所以說我們剛剛看到那些 呃 retry機制它可以 除了可以設定在這個奧棒 奧棒就是我把資料推出去 它也可以設定到 inbound inbound就是右手邊這邊 就是 呃 我的consumer在接收到資料的時候 我也可以設定這些retry的一些policy 設定上去 那再來就是中間這一塊 假設我是使用GCP的PupSub 其實我也可以透過 呃 這些retry啊的一些policy 把它設定到這個PupSub裡面 所以它的 細力度就是根據你的設定 或是你要調整的 就是你要針對哪些部分 或是溝通的流程去 動態去調整你的那些 高彈性的一些機制在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相對的還蠻有彈性的 好 好 那就 時間過得很快 就是 最後總結一下 就是 我們今天其實有提到說 呃 雲原生開發的一些特性啊 跟你可能會碰到一些挑戰 然後 跟在Google Cloud上面怎麼去 呃 包含就是你使用傳統的 sdk整合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可以使用dapper這種sidecar 幫你把 你要供透一些服務的一些特性啊 或是API可以 欸 封裝在dapper的那一層 你就可以 等於說你的應用程式就可以比較輕量 然後我只是要專注在自己的一些業務的邏輯上面的開發 然後再來就我們有提到那個 呃 就是 resiliency的一些patent 像retry啊 或是secure breaker 然後你怎麼去 呃就是這些概念怎麼透過dapper去使作 然後讓你簡化說 一樣就是簡化你的應用程式 就是可以不用去再處理這些 複雜的這些溝通或是網路的一些 傳輸的一些保護的邏輯這樣 OK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還有一些時間 所以 看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也可以提出來問我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想提問的 還是剛剛哪邊聽不懂直接問 哈哈 趁著講者現在還在的時候不要客氣 就是或是你在 郭靠上面有 開發的時候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 問我 因為其實我在 呃 GVP這邊其實開發滿多年的經驗 然後也有設計 像是infra或是網路的架構 這樣 難得有一個 長時間實作的架構室在這邊給各位問喔 好想請問一下就是這種dap是有沒有就是在延遲方面的問題這樣子 呃你是說就是 就是過dap這一層的話會不會延遲方面問題跟原生相比 OK 欸基本上它的延遲性是非常低的 因為 呃 基本上它在正式環境 它會建議你部署在類似像kbis的環境 然後它騎的那個side card會是在你的同一個pod裡面 就是 就是 他在充電 好 就是它會在你同一個pod裡面去騎一個container 那那個container就是dap 然後 等於說你直接跟你的dap溝通的時候 其實那個網路或是 呃它的延遲性是相對是低的 只是說你跟如果是跟雲端上面服務串接的話 然後通常你的應用程式都會部署在同一個 譬如說就是 你要跟gcp服務去溝通就是 部署在gcp的上面的 像gcp的上面的 像gk或是colon 那 那邊相對網路環境就是 顏值性是蠻低的 那主要我遇到的一些問題 呃主要會是說可能它dap在 support不同雲的一些服務 他的目前在GCP上面的服務 我覺得相對是比較少的啦 因為他畢竟一開始是微軟的團隊去產生出來 最後才open source 所以在Adria上面的服務 實作的 實作的那個 就是覆蓋路比較高一點 等於說你可能在GCP 你想要用某一個服務 但是可能Dapper目前還不support 但是大部分基本的服務 他其實都有support 像我們剛剛提到popsub啊firestore 還有什麼secret manager 那些基本你要用的服務 他其實都有支援 那麼大家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外面已經有其他蠢蠢欲動的同學了 好 因為我們還有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那 剛剛沒有問題 那個 我們有準備那個問答旅 就直接送給剛剛發問的那一位 會眾 因為你們剛剛晚了一點 記得 下次要趕快舉手 但是我們這邊還有 我們GTC在隔壁的隔壁有攤位嘛 然後我們今年也有那個一樣的這個大地遊戲 是官方有嘛 然後我們GTC也有 那這邊有五張這個玩到底遊戲的券 待會如果說有需要的趕快來找我拿 那個禮物的話你找攤位裡 然後這個 因為你們參加第一場就有一個蓋印了 然後這個總共有九個 然後你只要去 我再洩題一下好了 那個攤位裡面其他八個都在那邊 所以你去的是攤位其他八個就可以蓋完了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大力遊戲的禮物 等一下要快喔 要快喔 只有五張喔 不然我們 我們東西 今天帶那麼多東西我們都種不出去啊 我們還要趕回去太麻煩了 不要讓我們再把東西搬回家 好要快喔 五張五張喔 好 那如果 如果沒什麼其他想要問的問題的話 就我們最後掌聲謝謝我們講者 謝謝